西澳大利亞的法輪功學員 日前在首府珀斯舉辦了燭光悼念活動 緬懷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前來聲援的各界人士呼籲人們認清中共制止迫害 夜幕降臨 法輪功學員靜坐在市中心的步行街上 點亮燭光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在痛苦的經歷中我們認清了中共的真實面目 他們把法輪功學員拋棄 他們拋棄 他們為了股臟 前來聲援法輪功的西澳各界人士發表演講 強烈譴責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這個政策法輪功學員是所謂的 法輪功學員工學員、逐贏、逐贏、政治人士、歷史和民國民術 這是民主的藍術鐵製造法輪功學員 人们感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 同时表达会坚定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 反对共产暴政 清唐人澳大利亚珀斯记者站报道